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嫣 现在呢 我这个二宝已经三十二周了 最近它一动的话特别厉害 从早上醒来 然后就冻 然后中午吃饭 吃完了又在冻 然后晚上又又冻 刚才就是这个椅子在冻 然后那个小手冻一拳吸一拳 这样在这里面冻得特别厉害 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话 我刚吃完饭 它又在里面冻了 可能是我吃的那个饭 是不是太好吃了 它味道好啊 然后每天吃完饭 它一直在那冻冻冻 感觉现在就是肚子到了 就是它一天拍动 就是感觉比较有乐趣 但是呢就是非常不方便 行动很困难 我从沙发上起来的话 就是都行动很困难 然后走路这些也很难看 像那个感觉像鸭子走路 真的 特别不方便 现在就是 但是呢还有五十六天 就到预产去了 到时候的话 就是生了就 就就就卸货了就解放了 嗯 嗯 就是不仅是平时这个白天醒 都不方便哈 其实像晚上睡觉的话 也是 嗯 不知道往哪边 因为我在那个晚上查嘛 现在运晚期的话 一般睡觉的话 是建议往左边睡的 左边睡的话 像现在一晚上睡起来的话 这个胳膊都感觉要被压断了 而且肚子上就是很重嘛 感觉很大一坨在那放着 就是特别不舒服 睡觉的话也是 总是睡不安稳 一会儿的话 嗯 又要起来调整睡姿啊这种 嗯 不知道你们 比较有经验的妈妈是怎么 来缓解这个症状的呢 嗯